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在座各位同学都很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其实电台是在发挥着一个大众传播的功能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效的一个传播工具 亦都看到它可以是一个民意形成的一个平台 随着不同的媒体其实现在多了很多多元化的一个节目出现 电台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看到当中会有一些主持人或者嘉宾 他们会用个人的一个意见去批评或者表达不同的一些诉求 或者不同的一些意见 那么电台怎样可以取得中肯和平衡呢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陈淑薇总监来到这里 和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再一次很多谢各位传播学院的同学 再多一次多谢有线电视、新闻台 以及陈淑薇总监 多谢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每一天我们有很多话题 那么到底社会议题 是不是传媒主导呢 比如同学之间你们会讨论些什么问题 今天你们最关心什么事呢 我想找个同学回答一下我 就请我们思乙同学 思乙佳佳是吗 是的 今天你最关心什么题目呢 今天关心天气 因为突然读了很多 我们新闻报告有讲天气 曹教授后面那位男同学呢 曹教授后面那位男同学呢 今天早上知道了梁振英会答应 会去立法会进行 澄清去前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社会议题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在传媒里找到议题 其实跟我们社会发生的事呢 是紧扣互动的 例如嘉嘉他会说 他最关心天气 因为他想想想今天穿什么衣服 厚一点薄一点 要适合他就会漂亮一点 所以他就会关心天气了 冷了又怕冷了 热得就是穿口衣 一会儿出汗又不漂亮 一会儿太冷了 我们无谓抵烂贪消伤 知道什么叫抵烂贪消伤 要漂亮的衣服也会穿少一点 所以他很懂得补充身体 这个是他每一日的生活 在他身上发生 在他身上 色色相伤所有的关心 这位同学呢 他会关心梁振英 今天说肯去立法会 说 但你下一步会关心什么呢 除了他肯去立法会 说他潜见的事 你还会关心些什么呢 如果沿着这个下去 你接着会问是什么呢 接着会问他究竟 会不会又是重复他之前所说的 还是会有一些新的 比较有说服力的内容 会说服到市民的信 总之你很想知道 到底事实是怎样 或者你很想知道他如何反应这件事 这个就是说 跟那个社会发生的事 就紧购互动了 而嘉嘉哥就和他市民 大众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今天冬定热 穿什么衣服呢 今晚要不要去打火炉呢 然后如果要去玩 又是怎么样呢 天气如何呢 这所有 其实那个社会议题 是不是真的由传媒主导呢 假如刚才有一个这样的 exercise 的时候 你会觉得社会议题 是哪些人主导呢 有没有同学回答我 就那位男同学 拿着个相机那个 你觉得社会议题 是不是一定是由传媒主导呢 那是什么呢 本身作为一个观众 或者是有些受众 或者是有些幻章 你自己想办 令到全部人知道 所以呢 一定是传媒主导的 其实是互动 我们其实 我们如果电台 或者报章 或者电视台 其实最紧要就是 有观众 读者听众 那如果我们自己 就主导了一个议题 没有人喜欢听的 没有人关心的 那就是 没有意思 是不会有人 喜欢看你 或者听你 那就是你没有听众群 你就是没有意义 那所以 其实传媒 定些什么议题 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选择那些 跟民生有关系 跟政治有关系 例如我们电台 很多时候你会听 我们电台 有不同的主持人主持的节目 而不同的主持人主持的节目 不一定是我们电台 比如说香港电台 新城电台 不同的电台 不同的主持人主持的节目 其实他找的议题 他都不能说 我自己喜欢什么 他要留意社会发生什么事 留意和市民大众有没有关系的事情 例如民生的问题 例如政治的问题 近期我们会经常说的 长者生活津贴 这个星期五又讨论了 这个立法会财务委员会 如果大家是读传播学系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讨论了多少次呢 过去这段时间 自从立法会开了 每个礼拜都说 是不是 通过了没有 有需要的长者 能不能拿到这个2200元 拿到没有 什么时候会拿到呢 有没有人有个水晶球知道呢 我就找电视机 摄影机下面的位置 有两位戴眼镜 有两位戴眼镜 一个头发长一点 两个都头发长 笑得很灿烂 我觉得应该会未知 因为他们好像还有人在拉布 以我所知 他们应该会 继续花时间去讨论 直到他们拉完布位置 也未知 可能你不是很关心的 因为你有牌子都未到长者 我会更关心 因为我快来到长者 但我都 我想我都 有没有资产审查 我都没有资格拿的了 因为资产审查的上限 我估到70岁的时候 我应该存到一笔钱 所以我都没得拿 但是都会关心 因为是成为了一个社会议题 然后我们说 中一班派位 派位人数每年减少一点 又关心过 这是教育问题 但是也是一个社会的议题 现在最关心的当然就是 梁振英住宅的签建问题 所以刚才那位同学说 我就关心他到底在立法会 他说多少 说不说得中我想听 解不解得的话 要我明白 或者大家会不会原谅他今次的事件 那你会想知道的 还有那个医疗美容集团事故 更加想知道 每个人都想好 不过千万不要无危险 无危险得不尝失 那这些 你怎知道 没有了危险会得不尝失 其实你会是 发生了事故 你会关心 然后电台 很多时候就会 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看看有多深入 你觉得帮不帮到你 对于打那些不知什么困 又打那些不知什么针 那是否真的会更漂亮 还是其实是骗你的呢 那我们都会发现 很多这些事情发生 那这些是社会民生关心的事 那就是电台设定的议题 南丫岛海难更加 当日一发生了这个海难 大家都会关心 到底是四伤人数 第二天开始关心 到底哪个撞哪个 然后第三天 到底是否真的很努力救人 然后为什么内地又会有船来救 然后那些死伤者的赔偿问题 然后那个船的安全问题 然后那个船 那个船长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那些救生医 原来法例规定的 原来又有些不够的 那将来又怎么样 海事处到底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这些等等 亦都是和我们民生有关 然后将你的南丫岛海难事故 再推远一点 其实可能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电台找的议题 很多时候呢 就会在每天发生的事里面 你去选择 选择认为是会影响人的 长远对社会有影响的 整个社会 譬如说香港来说 政治、民生、经济 有多少影响 其实中一学生派位 这个不纯是教育问题 你深入去研究 这个可能是政治的问题 再研究一下可能是经济的问题 再研究一下可能是财政拨款的问题 再想一下可能是一个老师饭碗的问题 那到底你可以将它能够分拆多少解读到多少 给你的读者听众知道呢 就是 其实你能不能够令到议题 继续持续下去 而令到受众得益 其实这个才重要 你拆解到是多少 你分析到是多少 这个和主持人很有关系 其实我们那些议题就 刚才说了 传媒定的议题 其实很多时候都未必是传媒定的 刚才拿着摄影机 各位同学就说得很清楚 因为拿着摄影机 就是它懂得捕捉很多镜头 它懂得捕捉很多镜头 就是它用我那里想过 那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的听众读者不是无脑的 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些人 站在那里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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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就信 就是说站在那里说话的人 都要有自己的能力 有自己的质素 然后才会人家会继续听你说话 那这个是重要的 如果有些同学有一天做我们这一行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 我们不能随口说 又不能随便说 我们做什么都要有实据 有资料 然后佐证 然后分析 然后别人才会听你说 所以同学说 不是你主动的议题我就要听 问题是你那个议题 和我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传媒定的议题 其实都会我们多数是关心民生 民众的安全 以至涉及社会的公义 我刚才举例过这么多 其实你看有民生 有安全 亦都有社会公义 亦都说政府的行为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关心的 其实传媒 一个理想的传媒 一个做得好的传媒 责任应该是想着我们怎么能够服务市民 为市民解困难 亦都希望能够监察到政府 让他们做的事是公平公开公正 从而令到社会是有公义的 我相信大家读这个传播学院 或者想做新闻界都是抱着这个抱负的 我想你们不会说 我只是想靓靓地 可以在这里做司义 那么简单 也不是靓靓地 可以读两句新闻那么简单 如果你靓靓地 读新闻 波罗的海 你读了波罗的海 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 我相信你们的心 是有一个公义的心 你是想为社会大众做多些东西 你是想为香港这个地方 服务社群 然后你不会做的 因为做我们这一行 铁脚马眼神才听过 但现在是有开工 没有收工 虽然有这个最低公司 没有 其实都没有最低公司 我们现在说的是标准公司 然后就有一个最低公资 但是我们这一行就是 公司又不知道什么是标准 最高公司是多少 我试过一组做了36个小时 因为是选举 然后呢 911 邓小平过身 没停过这样做三十多个小时 但是又很越做越精神 因为喜欢 你不喜欢 你不能做 7点半 你约了男朋友女朋友 看起? 三次之后你订布 因为通常都收不到工 我不是客气 你们是真的 你问我做教授 他都做过前线记者 所以你一定很喜欢 然后你才可以进入这一行 你一定有个心 你觉得你要帮忙 令到社会更公平 更好 所以 如果你是不喜欢 你便不能做 好 再说了 刚才就说 这个议题 就跟社会的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还有 我们的议题 也都是跟 譬如我们政界人物的事有关 那我们说的议题 我们的议题 就是原理 就不会我们说 梁振英禅建之后的议题 而是发生了梁振英禅建事件 然后我们就去找这个题目 用来做我们的议题 但是这个议题 很多时候是互动的 开始的时候 讲一下禅建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图 就是很早期的了 是那时候还没正式上任的 六月的时候 梁振英说 你们来看吧 看完之后 又发现又多些 又多些 然后又多些 又好像还没解到画 于是乎 简单来说 说一说 再说 传媒又去问 电台开始议论 接着立法会议员要求解释 接着梁振英出了 上个星期 再上个星期五 就出了很大的声明 出了很大的声明 大家觉得 好像刚才那些同学说 都不能够令到大家释怀 亦都不能够适宜 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是又未开记者会 那立法会就说 叫他 喂 你解话 那一路互动 经过这些互动 来到今天 他就答应了 希望下个星期 可以去立法会解释 那现在同学呢 在下星期多 听一下到底 听完不满意 那其实这个整个互动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是大家互相影响大家的 如果我想播这一个声音给大家听一下 昨天就是特首梁振英 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将他山顶住宅里面 有多少遣建物 就是一次过 就是有成一万二千次 就公布给市民知道 那今天呢 我请不到他上来 但是我们就 请到他的老友 他老友就是行政 我与成全 就是张震燕 也是事件局主席的 早上 Merry 我觉得他昨天发表的声明 其实已经很详细解释 每一样的事件 包括你刚刚说的 储物室的问题 我觉得他 採取的行动 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行动 见到有 怀疑是遷建 他立刻处理了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正确的做法 他亦在不同的场合 他说了 他是有疏忽的地方 他亦承认有疏忽的地方 我觉得他在这个声明 已经是完全地交代 交代了这个事件 我希望能够 市民能够可以接受他的解释 事件交代了 但是市民说 那既然你有疏忽 我们有时 不记得了事情 做错事情 我们都会对不起 你原谅我 那其实如果他 他有些公开活动 作为他的朋友 应该提一下他 你有疏忽 有疏忽 我们犯人做错事 都应该说对不起 我很相信他 绝对有能力判断 他应该做些什么 说些什么话 但是整件事 会不会觉得 他有些时候 都会觉得 自信了一些 很多时候 他以为是觉得 没有问题 或者是处理了 或者是 觉得 都已经是 不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可能 会引起外界一些疑慮 这些可能都需要反省一下 我想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可能这个 国策性 不够 敏銳 很多时候 因为工作上的 繁忙的问题 很多时候 有一些 这样的地方 不一定很关注 或者疏忽 所以他 说过很多次 他承认是有疏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有疏忽的 是有欠謹慎的地方 我一直以来的态度 就是 如果知道要申请的 我会申请 知道是潜见的 或者可能潜见 我第一时间 是去解决的 在整件事的过程当中 我开诚布公 没有隐瞒 也都没有诚信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面 我是有疏忽的 过去呢 我亦都有向香港市民自协 我今天是再次向香港市民自协 梁振英特首呢 现在不是说不离 他比说不离更加差 他现在就不不置可否 我真的不明白特首 为什么这么窩囊 你没有理由这样的 你离不离都一句 但是现在呢 他就收了主席那封信 注意哦 是没有一个内委会委员 反对的情况之下 主席呢 是帮我们出了封信 那你作为特首 你都不要这么归宿得紧要啦 你都起码都表个态 如果你够胆说不离的 那你都说一声我不离了 那然后你面对个后果啊 那我不知道他在观望什么呢 陈政长官是乐意 来到立法会 就回应各位议员和公众 关心的议题的 那现在应该呢 特首办已经马上 和立法会的秘书处 在这里砸商巨体的安排 那希望有结果的时候呢 再通知大家 好啊 其实我播这个呢 是几日的事来的 头头我的节目 我找梁晨晨晨 是十一月二十四日 他当然不来 他二十三日出了声明 那结果张振远来了 那张振远是行会的成员 那大家会分析到 你听到他说 我猜他自己会处理 我猜他们那时候是未来到一个 我说要道歉 如果要道歉 已经是个声明道歉 那譬如我们 那个互动就是 知道看完你那个声明 觉得你没有道歉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觉得不对 问不到他 都问他的老友记 那老友记说 那老友记都不敢说 他一定要道歉 因为老友记 那好了 那一天是上午来的 11月24日 到梁晨晨讲话的时候 是11月24日下午 那你听到他说 那我也道歉 我疏忽 但其实你一直听下去 你是觉得 不是很适合的 大家觉得不太适合 因为觉得 不是诚意 也不是说 我真是对不起 一个鞠躬道歉 而是 我疏忽 你是不收货 简单来说 好了 那接下来 就是因此 那一天发生完之后 过去那一星期 不断不同的社会人士 包括立法会议员 太多立法会议员 说话 我们就选了梁家杰 这样 他也说 我们现在 开始批评不满意 希望他解释多些 然后立法会 就希望他来立法会解释 来到这几天 就是说 有人动意要弹劾 然后有人动意要不信任 等等等等 到今天 刚才就是 林郑月娥说的 就是说 他会去立法会解释 其实整件事就是互动的 他有声明 接着电台有议论 接着有回应 接着社会人士 议员有反应 接着他有一个决定 这个就是那个互动的过程 但有时我自己想 会不会其实 官员可不可以走快几步呢 就是可不可以是 早点回应了呢 这样就令到 市民大众里面 心里面觉得 你真真正的明白 我们要求 你是怎样 而不是等到 逼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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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着逼着 一步步的这样 然后最后来到立法会 但可能去到立法会之后 你都不满意的 所以有一个过程 我有时讲笑地说 他觉得我们没有 议题没有办法 所以就要慢慢来 让我们每个星期 每天都有些话题 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其实 平民百姓和官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贴近民情民意 官始终都是 在一个门常开的政府大楼 不过我经常笑 那个叫门常开 就是习常关的 你想进去 铁集不打开 你没得进去 那会不会是 所以大家有个距离 就是说你经常落区 也好 如果我们不张开个耳朵 就是很难的 所以 因此 我经常说 他们是怕我们没有工作 怕我们不能够持续发展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是慢很多拍 然后给我们一些议题 让我们可以一天都有节目做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么电台怎么作为社会议题的平台呢 就是每天我们的那些时事节目 其实慢慢成为社会议题的主导者 比如刚才举一个例子 他如果反应得很快 那可能我们的反应就是 他都很诚心 人随无过 苦心自问 如果是小问题的 我家里都有部铁集 我开始在想 我那部铁集 我买楼的时候 是没有铁集的 然后 我安置了一部铁集 我可能都不知道 要问问 屋远处 我的铁集合不合格 我昨天和朋友吃饭 大家都坐在一起 在想 糟糕是否呢 各位 如果家里是公共屋邨 你的铁集不用怕 是房屋处帮你建的 你不用怕 如果你私人楼 你买的时候 是没有铁集 你安置了 可能要问问 那 就是说 如果 是 他能够摸到我们的脈搏 他对很多次的反应速度快一点的时候 那可能不成为我们每日节目的议题 因为他都做了 那难道我们节目 他做了 他真的做得好 唉 真的好 那你天天这样 同样或是真的好 真的好 你不听 是吧 因为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经常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但是good news 你就不会听 你什么时候会要听新闻看报纸呢 你什么时候会呢 今天很冷 那你会听听天气 但是冷到雪雨 好像早两年 那些猪呀牛羊全都运不下来 你会很关心 你会每天都追着到底发生什么事 如果没有事发生 你不会留意我们 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会听听 如果南丫岛海难之后 你会听着 你会上网看 了解一下整件事是怎样发展 所以我们每天讲的议题 其实取材与跟民生事项有关 热门新闻找议题 而市民大众都很喜欢利用电台 打电话进去反映意见 因为很多时候你投诉无门 你求救无门 我们有个政府议事 我忘记了 你们可能会看到 但很多时候打电话是有人听了 但听了这件事怎样追求呢 就不知道 或者追求一段长时间都没办法 但你往往一打电话进去电台 就可以了 很快那个官听到 他又会打进去 起码就好像有个互动的效果 亦都令到市民大众觉得 如果有东西我能打进去电台 我就可以先说到 起码是新冤 电台和其他媒体 其实也有很多互动的 譬如我们的节目 很多时候我们邀请了嘉宾过来 电视台或者报章 也会来一起采访 以至到电视台、电台、报章、雜誌、互联网 还有社交网站 其实每天都在互动的 大家的议题 我们也会有时候参考社交网站 大家讨论些什么 我们会在那里找些议题 如果不是巴士、阿叔 怎样会成为一个这么热门的话题呢 所以议题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不光是电台主导 其实电台也没有能力去主导 但电台会是一个社会议题 议论的平台 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相关人士 很多时候听到电台说什么呢 他会第一时间想打电话回应 譬如好像 我今早听电台也是 他说私家议院的政府监管 如何做得不好 昨天我听到高永文局长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主动打电话去回应 现在政府官员或者相关人士 大家会争取这个舆论空间 争取大气电波去说 但问题就是 当政府要解释政策 或者解释一件事 当事人如果你准备不足 或者自己理规的时候 你以为你打电话去说 说一说被人问到你不说 那就是识得其反 所以就是说 大家想争取这个平台的同事 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还有你所说的 所传播的讯息 必须是不理规 是正当 是实在 否则 没有意思的 谁能抢到那个舆论空间 都没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的听众 读者 观众 是很聪明 懂得分析的 那为什么电台又可以 这么能够主导社会议题呢 因为其实电台是可以很容易收听 你可以在电脑 你可以在收音机 可以在手机 无缘分析就是 不只是在香港听到 我刚刚在澳洲回来 澳洲有很多朋友 也有说 听到你们的台 听到哪个的台 我都有听过你的节目 因为他们在互联网就可以听到 又可以一路做事一路听 开了电脑一路听 听到不合听 就回应一下 那你觉得你有份参与 所以你会喜欢 现在是很流行 在网上听电台 还有电台有个互动性 刚才说过 听众可以即时听到有什么意见 尽量打电话进去 打电话 打到就可以跟官员对话 可以跟相关那件事的 有关人士对话 那你觉得你的意见可以表达到 当然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还有电台节目的内容 是即时性很强 我今天定了这个题目 明天播的 但是今晚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我明天就会改了 改了一个题目 我可以很弹性去改 是容易很多的 但譬如你的报纸 你要印 你都要预备 如果半夜再发生的事 你就不可以第二天 印了那个版 你不能改了 但电台可以 我们也试过 譬如我们昨天约了这个嘉宾 明天我们会说这件事 但是半夜发生了第二件事 如果那个嘉宾 不是很适合这件事 我们就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们下次 我们立刻就会调动 是很早我们就会找一些相关人士 或者那位嘉宾 可能他是一个议员 他一样东西都说到 我们就是你了 昨天发生了这件事 我们改题目 就是那个灵活性很强 可以因应个时局 和市民的诉求 随时可以收定个议题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发现电台 是大家喜欢利用它 作为一个社会议论的平台 还有电台可以给大家 提供了宣洩渠道 你有什么投诉 你可以打电话去投诉 然后你觉得什么政策不适合你 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你打电话拿着 然后你觉得 唉 好过我们弟弟喝的汽水叫沙士 你们没有 我不知道 这里有哪位呢 曹教授少少少少 喝完 因为有很多气 喝完都很信气 你不信气的时候 你打电话去电台 你会觉得感觉良好些 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对头 不对我们市民大众 我们有很多议题 我们很开心 这个礼拜真的好了 不要这么正 找到一个题目 就是政策不对头 比如我们说潜见 可以说几个礼拜 我们说中一派位 也可以说两个礼拜 就是说多人议论的东西 多人关心的东西 你又可以持续是议题 那么 我们讨论社会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其实政府想推动政策 也想借助我们解释 我们也想访问一些相关人士 因为想希望了解他们政策 推动出来的原意 然后我们觉得政策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想说 在和他讨论的过程里面 或者邀请其他嘉宾 和他一起讨论互动 希望可以令到他都明白 社会大众在想什么 或者他会听电话 然后从而令到他觉得 原来自己的政策不对头 希望他可以改到这个政策 就真的以文为本 其实这个是我们做传媒人的 其中一个我们自己的理想 和目标 所以如果我们将 传媒的舆论 加上民意 加上议员的意见 很多时候 都可以左右到政策的推行 过往有很多例子 譬如2003年的23条 生果金 700元 1000元 我相信你们记得的 虽然你们都是年多小 现在的潜见问题 那问题就在于 电台 或者传媒 怎样可以真正成为 社会议题的平台 首先都要说一下 这个主持人的质素 是多么重要 主持人可能要见多识广 主持人当然就是要 就像你们那样来到这里 读完你们的传播学院的课程 拿到大学学位 但是都不够 我们不可以行人止捕 因为社会是日生月异 天天在变革 今天 那样东西是这样做 不是等于以后那样东西都是这样做 我们小时候 都不会有电脑 我们是到了80年代 未开始电脑 未有PowerPoint 未有这些互联网 九十年代开始 九十年代初期 在美国有 全来香港都九十年代中期 广泛使用的时候 是突入2000年 到现在就可以玩到出神入化 我们不懂得玩的 是你们懂得玩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学 要追 我们不可以拿几个学位 就行人止捕 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还有就是 你要思路很敏捷 人家说完一句 你马上想到如何回应 口齿要很凌厉 对我来说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不偏不倚 你不可以 偏帮任何一方面 因为社会 但是做我们香港的市民 是来自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背景 实在就有多方面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要提供 最真确无误的材料 给大家去看清楚 然后分析 我们都不可以有私心 就是我不可以依附一个 什么财存 我们不是为那些人服务 我们是为香港市民大众服务 为什么呢? 因为电台是一个大气电波 大气电波不是电台的主持人 大气电波是全香港的市民 所以我们是为全香港的市民服务 还有做电台的人 觉得其他人要很ρώ 那些人要很诚级 然后都要开心 我刚才有提到 那间人 可三十五个小时 不需要睡觉 比如是九一一 所以当时一发生了事 當時我回到家 馬上馬上回到公司 然後一直做到第二天 晚上才能收工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全世界的大事 所以黑虎來路很重要 不要想到7點半是否可能 看電影約9點半 還有你要動色世事 你要明白世界發生的事 要有一個國際視野 要有一個世界觀 还有人情连达 即是我们代人接物 希望你能够做好这件事 其实我们都是要谦虚的 我们经常有说 《满朝选举欠受益》 我们小时候考试要考的 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考诚语 你们不用的 《满朝选举欠受益》 知道为什么吗? 有没有人解释给我 这边的同学 距离我那么远 不过我很亲近你们 你回答我 这位很漂亮的那位 穿着蓝色蓝衣的位同学 蓝色蓝衣的位同学 《满朝选举欠受益》 自满的话 最终会有损失 而你欠虚的时候 就算有些损失 但最后也会有得着 是的 不用考诚语也很厉害的 即是说 其实做主持人 有时你会觉得 有些主持人觉得 亲窩力够 有些主持人 你可能觉得他挺认真的 那你就要想想 你将来如果出来做 你想做一个什么人 你记住 《满朝选举欠受益》 其实做高官也是这样的 他谦虚一点跟你说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会比较高 你会比较高 他跟你说 我都告诉你 我没错 关于我什么事 不过 不幸 那你会怎样 你会越来越厉害他 所以这些道理呢 是放在每个地方都行得通的 那我很希望 如果你有一天 做我们这个角色呢 你记住我刚才说的 还有你的心是以文为本的 你是为文发声的 你是坚毅不屈的 配合时代 愿意接受超战 不断创新 刚才就是学电脑 我不是很碰的 所以按下按下 都怕按错了 不过我会努力学 我现在和我的同事 就和一个很年轻的年轻同事 说下个月比赛 看看你打字快 还是我打字快 他本来是我们叫打手 打得很快 我现在开始追上去了 他开始说 我想一下 迟一点才跟你比拼 行不行 但你知道我追了多少年吗 我追了十年 老人家就会慢很多 你们是有无限的前程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 做多我刚才说 你打算做这一学 不怕辛苦 黑苦耐劳 工夫多多 人工少少 有开工没有收工 还有 不要打算赚大钱 打算赚大钱是不可以做这一学 当你的心想赚大钱的时候 你慢慢做了下去 你可能就会想着 我背后是什么老板 我的权贵是什么 那你就不能做到不偏不倚 那你就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持 我想我先说到这里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谢谢大家 我知道Mai姐访问过很多不同的人 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其实刚才也看到Mai姐有说到 现在其实我们的节目是多元化了 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很多节目 都会认识 这个节目纯粹是个人的意见 其实电台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言一行 我们做任何事 你以为个人意见节目不用负责任吗 其实不是的 哪怕是我今早吃什么早餐 其实我也要负责任 你看看你吃煎箱蛋 还是吃麦皮 你已经负责了一个很大的责任 为你健康 你想想一下是不是 天天吃煎箱蛋的后果是什么呢 胆固醇过高 天天吃麦皮 胆固醇低 不会那么肥 所以你做什么事 千万不要想着 我个人意见节目 电台不用负责 其实个人意见节目 只不过给我们一个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放在节目里面 并不是表示 说了这句话 就不用负责的 等于我们说 你看戏或剧集 后面有一句说 以上是纯属巧合 纯属个人 巧合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巧合不巧合 要不就看 要不就不看 所以你说个人意见节目 是否不用负责呢 如果你认为这样可以乱说话 就是自欺欺人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比如说一些封烟节目 或者论证的节目 都是会有一个个人意见 declare个人意见 其实我们会看到 节目主持人会加了很多个人 比如说一些看法 其实如果我们在传播上 我们所谓公平公正 究竟在议事平台上 是否真的可以发挥功能 电台是否真的可以取得平衡和忠肯呢 我估计是要你看看 你如何去主持这个节目 其实如果我们要求 所有主持人没有个人意见 或者他没有摆自己的意见 我相信你们会觉得很闷 你们心目中会说 我喜欢听谁 我不喜欢听谁 你不会说你听这个节目 你喜欢你不知道你在听谁 各位同学同意我这个说法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是谁 你就说是谁 A这个人我挺喜欢听 因为我觉得他觉得好 B没有了好烦 C没有意见的没有听 所以你凡是做节目 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意见 我觉得是一个不好听的节目 但是如果你说 那你怎样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那就要视乎 你那个主持人 有没有我刚才说的条件和质素 他是不是动色事情 他是不是了解所有事情 他是不是能够高占远足 他有没有一个世界观 他视野够不够广阔 他当他评论一件事的时候 他有没有是基于那件事 本身的事实根据 他有没有做功课 其实做功课是很重要的 我留意到如果我们去做任何议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取材至原本的材料 什么是原本的材料呢 就是说你不要去看其他的传媒 如何撮要报道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整篇文章的内容 跟你撮要了已经是两码字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原文自己细读 分析 理解 然后你再想想你应该怎样说话 这样当你做了这个步骤 然后你找到你的嘉宾 来和你一起做为你的备访者 包括不同政见背景的人士 那整个节目出来 就一定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的意见 如果你只是自己独白 或者你真的很偏颇地 请一个跟你脆微相同 意见相同的嘉宾 那你就其实是一家之业 但是最终我觉得都不要紧要 因为我们的听众 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们的观众是很聪明的 如果你看电影你就会知道了 你会买票看这部电影 你不会买票看过电影 我说我请你看第三部电影 你说我不看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最终你做得好不好 其实是有功论的 A姐你刚才说到 传媒加舆论加民意 其实是可以左右那个政策 很多时候会不会主持人 甚至乎经常都说 我这些是个人意见也好 他可能有机会都在做煽动 或者是在做舆论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都会出现 导致在那个议事平台上 可能会有危险的情况 我不排除你这个说法 但我又会觉得这个说法 或者这个现象 就会因为我刚才说 传媒加市民的意见 加舆论加议员 有很多个派对的 任何一方 偏颇 其他的持份者 其实都未必会被他煽动到的 当然 当你 所以我刚才都特别强调 我说当我们要做这一行的时候 你一定要无私 你一定不要想着你赚大钱 你赚大钱你可以做生意 你想你赚一份高薪厚录 你可以考AO 你想去炒炒一下 你就入金融 你做我们这一行 就一定要脚踏实地 还有 当你做财经记者的时候 我想恳请大家 千万不要跟那些 什么 政券好 地产好 有任何的千丝万流关系 如果你能够令自己 是我刚才说的状态 是一个高质素的记者 高质素的意思 除了分析能力很强之外 还有就是一个诚实 诚恳诚实的人 不贪钱的人 如果那个主持已经是这样的时候 你煽动些什么呢 但是 未必个个都是这样 但是社会有功论的 因为你还有另外的持份者 你有议员 你有其他的舆论 还有最宝贵的 就是你的听众 读者 市民 其实很多时候 你上的士 的士司机先生很厉害的 他会分辨 这个人信得过的 这个人信不过的 接着 你们那些人读得是怎样的 他又很厉害的 认声 我有时上的士 说了几句 特别我们说是广报图 他就说两句 你姓陈的吧 你是不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出名的 我不是 我是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们一天 十几个小时坐在车上 听不同的人说话 然后 他们的议证能力 有时我觉得 议员要向他们学习一下 真的很高的 所以 市民大众最后就是最忠词分者 所以你说会不会煽动到的 可能会的 问题就是 我们市民大众 想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什么社会 其实是市民大众 可以做一个聪明的决定和选择 你说不是 市民大众很多东西 都不是很清楚 我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 刚才我说 高质素的传媒人 不偏不倚的传媒人 因为我们想这个社会 继续发展 向前发展 继续前进 是一个好的香港 所以各位同学 其实 我老了 我希望你们 你们不要贪钱 各位同学都要加油 这个时间 又让开放同学 可以去 和May姐问一些问题 这里有没有同学 后面有位同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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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有关于 数码电台这个平台 因为这个都比较新的电台 还有刚刚DBC又倒闭 那我就想问一下May姐 你怎么看这个新的平台 可不可以或者威胁到 或者可以少少代替到 现在大气电波所用到的电台 另外就是广播牌照的问题 现在政府很少发一些 大气电波电台的牌照 而发一些数码电台的牌照 那你怎么看政府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其实数码广播 是在很多地区 很多不同的国家 都在推行 那时候香港政府 也是想推行数码广播 因为数码广播 你可以同一时间 有很多很多很多电台 所以你说政府 是否想开数码电台 就不开传统那些 因为其实慢慢的 科技发展 就是向这边走 所以第二个问题 我回答了你 第一个问题 你说怎么看呢 香港的地方是小的 那你说数码广播 能不能生存到呢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没有研究 但是以我们电台为例 我们当时也曾经考虑过 申请这个牌照 但后来我们发现 譬如说是手机 譬如说是电脑 你都可以随时收听到 电台的广播 我们终于选择大力发展 我们的网上电台 而我们放弃了这个数码广播 谢谢 有没有其他同学 还在想 或者我在这里 我也再请教 Mais一个问题 其实电台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媒介 如果它是有政治倾向的时候 其实对社会会有一个什么影响 所以这个资讯及广播条例 就会规定 电台是不能有政治倾向 如果你说电台有政治倾向 因为电台 刚才我说过 是大气电帮 大气电帮 不是电台的持牌人 大气电帮是各位市民 市民是来自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政治倾向 所以我不认为电台 应该有政治倾向 因为我们的地方太小了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报纸 已经有不同的立场了 所以广播条例里規定我们 就是你要忠肯 不偏不宜 如果你稍有差池的时候 它的条例会发挥作用 你翻查以往的记录 你就会知道 即是怎样都会 一定会 可能是警告的情况会出现 警告也有 甚至比警告更严重的 都出现过 所以其实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条例 已经规管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不用不担心 比如May 我知道你现在都有主持节目 那其实 怎样可以做一个 比较平衡 持平的主持人 在这个部分 我刚才说 就是说 你要做好一件事 你首先要自己的资料充足 你对这件事 了解得更多 不要有倾向 你对那件事 比如说 别人出了一个政策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 我会看原文 譬如他有一个政策 他可能出了一本书 资讯文件 我会看完 然后他的记者 我通常都会看完直播 如果我没看完 我会不安乐的 你看完之后 你这件事 就会知道很多前因后果 然后我会问 我会问 到底这件事是否这样 或者我举例 中一派位的那个 我都会问 到底现在每一班 学校里面大概是多少学生 然后现在大部分有些学校 有些地区不够学生 其实他可以少到多少人一班 减了两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我会是找相关不同的教育教育人士 先问完这些资料 我包括问 现在每一间学校 每一班开一班 政府给多少钱 如果没有了一班 其实学校少了多少收入 那我都会分析完 然后呢 我才去做一个节目 那这个我是避免自己 以偏概传 也都希望能够多些资讯的时候 当我们多些资讯在手 你对这件事了解得多 其实你出错的机会是相对少的 所以资料搜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避免加太多主观的意见 其实这个部分也很重要 所以刚才我说我们很多时候 拿些原材料 不要经过别人剪裁的材料 这个也很重要 OK 其他同学都有问题 这边这边好像静一点 嘿 这位同学 你好我是 你好我是传播学院 一年级学生 我想问 其实季台 例如早上的那个 新闻频道节目 其实我都很欣赏的 但是我开始觉得现在很多主持 其实很多都带有很多情感在里面 譬如李慧玲或者郭志仁 其实他们 譬如你说的士司机 很多市民都会在这些情况之下 接触到他们 是唯一的途径去接触新闻 其实他们这种情绪化 会不会影响到市民去怎么看这件事 而令到整个 就是刚刚你那几个component 去影响了政策的推行 其实会不会 主持人的情绪化影响 会不会影响到市民 或者整个事件的看法 多谢 多谢你的问题 我们其实每一天早上 都有一个你刚才说的 事事的节目 他们是节目部的同事负责的 不是我们的新闻部同事负责 不过如果你说 如果主持人有情绪 主持人可能是对一些事情 他自己看法 会不会影响呢 你说得到了 即是理识分析 理识分析就先影响不了你 然后你说的士司机 他没什么机会得到很多资讯 的士司机一天 十多个小时听节目 他包括会听了新闻报导 的士司机对我们每一点钟 新闻多长多短 他疗如指掌 所以我其实觉得的士司机分析能力都很高 所以个别不同主持人的风格 其实我会觉得社会自由功率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的士司机先生 我时时都觉得的士司机先生 有时的质素很高 我有机会会请的士司机先生 和我们立法会议员一起来议证 可能到时候你会看到 哪个可以立建高下 你想想是吧 你一说到这些同学很兴奋 在想什么时候 我们期待这个节目出现 你真的想想 你一人家试试搭的士 几个同学夹分搭的士 你跟他议证 他可以滔滔不绝告诉你 他还可以跟你说 他觉得哪个议员说得对 哪个可信 哪个没那么可信 哪个官是好一点 哪个官是没那么好 他真是很聪明的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的士司机 因为他不是只听一个台 你会由于他是不停转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寻找他想听的节目 譬如他很专业时事 他现在在唱着音乐 他不想听 他就会订了第二个台 所以他是集国家之言 然后是给他做了他 他是总其成 集思广益之下 他有他独特的看法 有时你往往看到他意见征辟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那边的同学 那边的同学 那边 你好 我是新闻及传播学系的一年级新 那刚才May姐你曾经说过 就说希望广播条例可以去监管电台 令他们没有立场 我没有说希望广播条例 我是说现在的广播条例 已经在监管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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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事件 那样 我们其实听到电台 也有很多人在骂梁振英 其实这些事件 但是会不会出现了一个矛盾 就是说要说持平 但是主持人做不到持平的效果 一来同学说情绪化那些事情 可能是可以影响到这个情况的发生 而且还有就是说 一些主持人他们可能时间 节目的时间不会那么充足 令到他们可以把整个所有的政纲 都说出来给市民听到 而不是像May姐你这样全部都看完 那会不会他们有可能 主持人令到他们 说给观众听的时候 观众耳片盖存了这个情况出现呢 就是想问会不会出现这个矛盾 谢谢你的问题 我肯定回答你 如果他准备不足 如果他本身是有立场 他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听众 所以我们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 特别我们寄望新一代的你们 了解到做主持人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你说 如果他 你听到他常常骂谁 骂谁 那我觉得大家都检讨 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人 是为骂人而信骂人 一定是发生了一件事 而那件事是令到社会有回响 那你一人不解决 那你一人不解决 两人不解决 三人不解决 第四天 越来越引起人骂 那当然你说骂的程度 如何骂 这个是主持人的收养 那如果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说逆地而处 我们不想被人骂的时候 我们才检讨自己 我到底做得有多好 或者有多不好 然后如何做回去 所以刚才提了六个字 我说满招选欠受益 这个我不是只说我们的官 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即是当你不谦虚 当你很自满的时候 都会遭受到听众的批评 就是有你说没人说 你很吵 那我们都会检讨 有没有其他同学 来那边有一位同学 美姐你好 你好 我是生存U1的刘晓明 之前包子金法冠 他走的时候就说过 风暴来着 我们也之前看到一些公文地位 非常之高的封烟节目主持人 是不知为什么不获续约 那会不会担心政府 其实是会影响 甚至收紧了电台里面的言论自由呢 多谢 我不担心 我担心就不会有那位同学 刚才说 哇 你们由早到晚到楼梁振映 就是我觉得 我们担心些什么呢 我做好自己 我们不担心 你说不获续约 有很多种原因 不能够一下子讲得清 我一点都不担心 就是如果我们做人 做事 是光明磊落 就算电台不跟你续约 刚才我说 最重要是我们进这一行 首先 不要打算要赚钱 你不贪钱 你不要赚钱 如果有一天 你真是很光明磊落 真是很光明磊落 要记住真是 真正 不是偽善 是真真正正光明磊落 真真正正忠于市民大众 真真正正是无私 真真正正是坚毅不屈的时候 就算别人不跟我们续约 哪怕我们找不到粮餐 那就不担心 什么担心 你担不担心别人迫害你 香港你太小了 事情都太透明了 是无可能迫害到的 你想想 你担心别人迫害我 你担心别人迫害我 隔离屋都会拍门 告你弱矣 就是太容易 香港你真是一个太透明的社会 所以不担心 如果真的有人迫害我 你都会出来跟我说话 所以不担心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开放给同学 最后一条问题 同学呢 有问题 美姐你好 我是生存下一年级的学生 其实我知道 电台对于不同的时事议题 那个制作上面 都可能需要有些取写 才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制作 那你认为 在这些当中的取写 香港的电台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政治立场上面 暗地里的自我審查 在这里 我不会认为 有暗地里的自我審查 因为政治立场 但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很肯定说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倾向 譬如我说 我那个人说了一个小时 我只是选择15秒而已 一个生悲 大家都上课也学过 那我选择哪15秒 其实这个是倾向 这个是倾向 你选择这15秒和那15秒 因为我们其实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人 就会有立场 就会有一个主观 你妈妈今天煮了一碟菜 一碟叫做蒸幻鱼 一碟叫做煎 一碟叫做煎 石坦多红三鱼 你从来都不喜欢吃蒸鱼 因为觉得很腥 你就会选一碟煎红三鱼 你从来都不喜欢吃煎鱼 因为你要保住一把腥 你炎去热气 你就会选择吃蒸鱼 任何一个人 我们每一日生活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选择 一个抉择里面 以这个抉择 往往就特别是新闻报道取材 是很长的 你要选一些出来的 你怎样选择 你怎样选择 就是靠你自己的决定 你的决定是怎样来呢 其实都是万变不利其中 你有多少的知识 你给多少自己的材料 如何提高你的分析能力 去叛变是非 为什么你要来学校这儿读书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你们 有增加你的知识 从而提高你的分析能力 令到你懂得判变是非 然后你就去取材 所以你说有没有傾向 我回答你 有 怎么会没有傾向呢 我喜欢选择一句 他很恶的样子骂人 和我喜欢选择一句 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已经有分别 当然这个 除了谈谈之后 还讲能力 如果你根本没有能力 去分辨是非 你就可能选错了 所以我不认为 每一个人去做电台 做电视 或者做记者 本身有傾向他才去做 你开始的时候 都是白纸一张 你慢慢接触很多不同的事 你才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都是那句 你做任何事 如果你要做这一行 我请大家努力 不光是什么叫传播学 不光是什么叫传播理论 而是我们真的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政治 经济 历史 地理 诗词歌赋 你都要知道 特别我们如果要采访领导人的时候 每人都出口成 将 将所有诗词歌赋 都背出来 对不起 我们现在的 中国 语文教育实在太少了 我都不懂 背很多诗词歌赋 我想你们都是很多 不知道 不过幸好现在是互联网 立即上网查 查到原意是什么 你去解读 所以都是那句 利用你这四年的时间 不断增加你的知识 你不要隐瞒 历史 你要学地理 你要知道 世界各 不同的国家的政治体制 你要知道 有一天 叫你帮忙搞政治改革 你别人的政治体制 你都不知道 你怎样在香港搞政治改革 我们不是空谈 所以我们不做一个空冠 空冠很吵 我们要做一个实在的人 Mae姐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因为 每年我们都看到 新闻传播 很多毕业生 加入媒体的工作 作为媒体的高层 其实你 会不会都看到 现在其实 这些学生 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或者需要他们留意 如何加强 或者有些什么 可以都勉励他们 我反过来 我学生不足 一会再说 我现在反而觉得 我这些老人家 很多不足 你看一下 例如 我刚才说 我和我同事 一个年轻的年轻朋友 我说 我有一天一定打字比你快 但我到现在都不能快 因为他每天做打手 我不是每天做打手 我功夫不好 所以 不足 譬如 跟你说 上网和我找些什么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 那个应用 我们又在追 在学 所以他们是不用上课的 这些 你给了手机 他们就自然会玩 对吧 不用上课 你开一科 叫做 如何教人做应用 我想他们会笑的 因为 因为我刚刚去澳洲 也是 我去参观大学去看 他就说 我们开了一些科 就是教人 如何写Apps 他说 不过上课时 那些学生笑我们 因为我们说一说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些学生走回来 就示范教我们 所以 你反过来 他们有什么不足 我不如说 他们有什么 他们是 吸收新事物 比我们这一代人快很多 我想同学认同的 那同学有什么不足 因为跟他们是时间不足 因为你浪费很多时间 又要上YouTube 又要跟朋友玩一下 又要微博 又要Twitter 那接着又要叫他们交功课 是 有很多功课 接着又要来这里听话 那哪有这么多时间 他不足就是不足时间 那还有什么不足呢 就是 但是 我们现在各个都大国 那又要上课 又要上课 又要上课 又要找兼职 又要拍拖 不足就是 不记得了家里做的 妈妈和爸爸 很多时候 就忘记了妈妈和爸爸 回到妈妈 很热心地叫你喝汤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烦 不要吵着我 但是你不记得了 你妈妈 等你一晚 就等你做汤给你喝 勉为其难 都喝了它 还要说好喝 不好喝 都说好喝 那你妈妈会开心点 那你那晚睡得着 你又睡得着 你不要很猛疹 我刚才说的 你们有没有呢 妈妈叫你穿衣 今天很冷的 穿衣 都说不穿了 因为妈妈静了衣 又老套 怎么穿呢 今天约了别人去看电影 情愿冷亲都不穿了 妈妈 我有没有说错 那这些就是不足 还有就是我们见到朋友的时候 我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跟别人说声 早晨大声点 告诉别人呢 有些礼貌呢 满朝损欠受益 很多时候 现在发现年轻人 在车站看到旁边的人 不会叫人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你们会不会 有没有叫 有没有主动 人家打开车门 就说早晨 这些都是不足 因为做我们记者这行 你要跟别人相处 你要跟别人沟通 你要别人觉得你有事 别人才会说话给你听 你连早晨都不会叫 谁来理你 有事先求人 没用的 限时不消香 急来抱佛 考试灵弹 多谢美姐 再一次很多谢 我们陈淑媚总监 也都很希望 不久的将来 陈总监可以再来这里 和我们分析其他的议题 多谢 多谢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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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